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10月18號的台股最前線 今天的一個台北股市 最終是上漲了158點 來到了13124點的一個位置 是呈現了一個向上的大漲走勢 不過在今天事實上行情的一個波動幅度非常大 從早盤開盤最高來到13143 然後最低的時候 幾乎回測到平盤的一個位置 是來到12978這樣的一個走勢 當時看到這樣的走勢 應該很多投資本會覺得說 台北股市又來了 又是一個開高走低的行情 不過在中晚盤之後 有往上去做拉抬 因此今天的一個行情跟過去相對來講 比較弱勢的一個走勢 它開始出現了不一樣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是不是代表接下來的一個行情 會出現比較明確反彈的走勢 在昨天有跟大家稍微談了一下 所謂的一個選舉行情 從美國的一個選舉行情到台灣的一個選舉行情 的確過去這20年的一個歷史 它都有它的一個 這個上漲相對來講比較高的一個機率存在 但實際上除了這樣子的一個因素之外 我認為其實最關鍵的應該是在於賣壓 在這個時間點當中應該可以稍微告一段落 那之所以會這樣講的一個原因是在於說 我們先從台北股市技術面的一個角度 來跟大家做談起 今天漲了158點 但是應該比較少投資朋友留意到 今天的一個行情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12809的低點是上個禮拜四 好然後呢這裡是上個禮拜五 然後這個禮拜一這個禮拜二 也就是說到今天的一個行情是 三天不再破低這樣子的一個走勢 好那過去我們跟大家談過三天不破低 它其實有它的一個代表性的一個意義存在 這個不是隨便喊一句口號 就是什麼三天不破低 或者是三日 連三日上漲散戶不請自來 這個不單純只是一句口號 而是跟交易制度是有關係的 在上個禮拜 當然在12809的那個低點的時候 我相信當時大家看到媒體的一個焦點 都擺在所謂的一個追角力對不對 好那之前在 產業最前線的一個節目裡面 當時我們有跟大家談過融資券 它到底怎麼樣去影響到這個市場 如果說還沒有看過那一集的 我們歡迎大家可以去台股好事多 或者是夏老師自己的頻道 那個產業我們有單一獨立出來 好但關鍵在哪裡 如果是在12809 也就是禮拜四下午發的追角令 給兩天的時間要補到166 或者是130到160之間 或者是補不到130 我問如何他給你兩天的時間去做處理 也就是禮拜五然後禮拜一 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 還是沒有辦法補到130%的話 原則上在今天的開盤 會去做砍倉的一個動作對不對 好那砍倉的一個動作呢 其實投資朋友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今天的一個行情早盤的時候 會先呈現開高之後震盪走低的一個走勢 一方面是現在的一個行情走勢比較不穩定 所以呢基本上昨天有搶的 他會在這個時間點當中去做隔日衝的一個動作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就是所謂的融資斷頭 在今天的一個時間點應該是 至少啦應該這樣講 他至少處分到上個禮拜四 當時相對來講 比較弱勢的那一天 或者說來到12809的波段低點那一天 好但是過去這三天 其實我們剛剛談到 禮拜五禮拜一禮拜二 都沒有再出現破底的一個動作的時候 基本上就可以這樣子講 就是說明年開始 這種所謂融資維持率不夠 或者是融資斷頭的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不能夠說完全不會發生 因為可能要看的是每一家個股 它的一個股價走勢不一樣 但至少就盤面的一個結構來看 這個代表就是 短線上面融資追繳的問題 或者是融資斷頭的一個壓力 相對來講應該會比較趨緩 加上說如果說從KT指標的一個角度來看 今天的一個KT指標是 幾乎接近到低檔的翻揚向上 就是我不會去講黃金交叉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可能會給大家一個誤導 但是往上這個方向其實格局是沒有做改變的對不對 那現在的一個行情 我們過去跟大家談過KT指標觀察的重點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是過去這9天的 如果你是用日線圖的話 它的高點跟低點怎麼樣去做移動 好所以高點的位置 今天的9KT是在這裡對不對 然後明天就會進入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多少呢 是13902 就是最近期彈升的一個高點的一個位置 那低點當然就是12809嘛 好這個不用再多談 好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原則上明天禮拜三後天禮拜四開始 它的高點每天都會往下去做移動對不對 那往下做移動的過程裡面 我們過去跟大家談過CSP 就是隨機指標嘛對不對 收盤減低點高點減低點 那你把它帶入到這個行情裡面 現在低點跟高點 高點跟低點是13902跟12809 但是從禮拜四開始 這個高點會逐步往下去做移動 那當分母變小 整個值會變怎麼樣 整個值會變大 這是一個國小數學問題對不對 好所以它呈現助長的機會 相對而言它會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才會在這個地方跟大家提醒 就是說接下來的一個行情 我認為出現跌升反彈的那個機會 基本上是存在的 那第一波的一個走勢 我們就先看10月11號 這一個空方缺口13684到13394 這個缺口有沒有封閉 那原則上如果呈現封閉的狀況之下 我是覺得投資朋友就可以去做 事實的一個獲利調節出場 但在這個過程當中 應該是先採取所謂的一個 短線搶反彈為主 所以昨天其實我們有跟大家談到 這個行情可以謹慎 但不需要太過悲觀 你只要守好停損的狀況之下 都可以去做搶反彈的一個操作 好那當然過去我們跟大家提醒就是 為什麼每次都要跟大家解盤 因為這個必須要帶入到 你的操作的步調裡面 或者是你的操作的邏輯裡面 那解盤的目的當然是為了操作獲利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剛剛告訴大家 這個行情投資朋友應該要站在 比較強反彈的一個方向的時候 我們當然適時要去做一些 搶反彈的一個持股的一個操作 那今天我們有新增兩檔個股 這個我在接下來的一個節目裡面 我再去跟大家做分析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過去這兩天我們去搶的 反彈的個股 它的股價表現如何 首先是10月14號 當時的3207的要勝 當然最主要其實我們談到的是 以這個所謂車用相關的一個發展為主 好但問如何 今天股價的高點 最高點是來到48塊9 是過去這一個月以來的一個新高 那所以我們一直強調就是說 很多時候大家會覺得說 夏老師反正會把股票公佈出來 我們就到時候看的股票 我們再來決定要不要做就好 但說真的 有時候如果你沒有第一時間進場去做卡位 真正股價出現震盪的時候 或者是說像今天早盤開盤 大幅度跳空開高對不對 很多人都覺得那股價應該是要攻漲停的 然後那個時候跳進去追 哇結果48.9 一下子打回來45塊半 這個一來一回的空間 大概也差了3塊多的一個空間 那你可能選擇做停損 或者是你選擇做當充交易的時候 結果到了中晚盤股價又往上墊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有時候你的第一步或者是你那個進場點 其實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是跟著我們一起做進場的 那有時候你會就容易犯了這種 所謂追高殺低的一個問題 但問如何 今天的一個股價是過去一個月以來的一個新高 當然代表 開始有呈現了一些獲利的一個態勢了 這個是必然的一個結果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現階段的一個股價的一個走勢 雖然說今天股價在過高之後 有一點動所謂的開高走低的一個KK棒 但整體來講 我覺得技術面還是維持強勢的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當然就籌碼的角度來看 這個波段投信一共買了1150張 在這裡 好 所以代表就是說 它所有的持股都是買在這個過程對不對 我們對上來 大概是在這樣的一個區間裡面 好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它的平均成本是46塊4 好 即便今天開高走低收平盤 那它的一個股價的成本 其實應該這樣講 它的股價其實也都還在投信成本附近 好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必須講 能夠買在投信成本以下 這個其實是可遇不可求 大數的時間 都還是會買在這個投信成本以上的價格 那我要講 其實我對於投信的態度是這樣子 我不會想要打的時候 就說投信也常常追高殺低 然後想要捧的時候就說 投信買超是好的 我不會這樣講 因為基本上 我們也是法人出身 所以整體來說 大概那個邏輯跟流程清楚了 那有時候其實買股票 他們的操作 有必須要被動式的一個買盤 比如說0056高股息這樣的一個個股 那有一些內規規定說什麼樣的一個狀況需要做停損 有時候這個不是 就股價有時候其實不得已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你會發現就是說 你看股價有沒有曾經套牢過 最低的時候跌到40塊 我不是建議大家 跌到40塊也不用去理他 因為我們的籌碼 或者是我們的資金水位 畢竟跟投信不一樣 該停損要做停損 但是至少從這個過程裡面 你會知道其實投信看好的方向 他是沒有做改變的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呢 另外你看 這個是連接前波的高點所構成的 下降壓力線 那當然上一次突破之後 有出現震盪回測 這一次突破之後 他也是呈現收黑K對不對 不過我覺得這一次稍稍有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你的下降壓力線 原本就是越走越低對不對 那但這一次能夠站上去 即便今天震盪幅度比較大 但最終的結果 他其實沒有收在下降壓力線以下 那也就代表 基本上這個有他突破的一個機會存在 那如果說出現突破的話 什麼叫做下降壓力線 就是這兩個高點 他所構成的一個連線對不對 那突破代表說 這兩個高點所構成的壓力不存在 那是不是合理來講 他就有機會來挑戰 這個波段的高點 那會確認這樣的情形 當然他有他 背後基本面的一個因素存在 不過這個時候 我們跟大家談的最主要是 以槍板彈為主 就簡單跟大家提醒一下 今年的獲利表現應該會不錯 那明年還會有進一步成長的機會 這個是他基本面的底氣 但整體來說技術面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維持強勢的格局 好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我們這都公開的 我沒有說 今天就突然跟你講說 什麼股票創新高 然後我們也會有 我沒有這樣講對不對 我都是 每天的節目裡面 我們都有跟大家提醒 所以 上個禮拜五的節目 大家應該有看到 我們買了耀盛買了茂順 對不對 所以今天股價走上來 我想這個應該都 算是 就是 我們有提前預告了 那 茂順的一個股價 當時我們在 107塊 附近去做進場 這個也是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進場去做的操作 那今天股價最高點來到108.5 是創下整個波段以來的新高 雖然說跟成本 沒有去做一個大幅度的拉開 但是 我們該跟大家交代的 該告訴大家 其實都有告訴大家對不對 好 所以你從這樣的一個股價角度來看 你去想 我們先把這個股票講 我們再跟大家提醒 投信在過去這段時間當中 買了2247張 好那大家可以發現 可能畫面稍微比較遠一點 但是 這個大家其實自己都可以查得到 投信現在對茂順的持股是多少 是2247張 剛好跟這裡一樣 好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他從原本的零持股 開始在過去從9月 應該說8月底的時候 開始一連串的一個買超 買到現在為止 成本大概是102塊半 好那就是維持在 當時我們跟大家談到的 102到103塊錢之間 那今天股價去做突破 好所以這是一個 有點 原本要做頭的感覺嗎 對不對 但是做頭沒有下去 反而去做突破的狀況之下 我想這個其實 它會有一點打底的那個味道存在 好那 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這個其實大概也是 接近快10塊錢左右的一個空間 對不對 所以我往上去做等幅測距 是不是有機會 來到大概115塊錢 左右的一個價格 那當然115塊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好像價格也好像沒有拉得很高 對不對 但是整體來講 這個 畢竟它是屬於這種 所謂強勢的個股 有時候往上去做拉抬 或者是說以現在的一個行情來看 能夠維持強勢 然後能夠做一點價差 其實我覺得現階段 就是屬於還不錯的一個標的 所以我剛剛其實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說 你去想一個問題 如果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手上的持股 手上的持股 你完全不做任何的動作 好 那完全不做任何動作 當然前提是看你買到什麼樣的股票 然後如果說 冒順這樣的一個個股 來到這個位階 你不論買在哪裡 對不對 除非你是買在今天 最高點的一個位置 但是我相信大多數人的個股在這裡 對不對 在這裡是什麼意思 就是它在畫面的右下角 它不是在畫面的右上角 這個其實是有 是有本質上面的一個差異 其實大家去想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不是唱出你手上的一個個股 而是你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看 今天股價談起來了 對於你來講有沒有幫助 你就說 可能我賠得稍微少一點 對不對 但是 賠得稍微少一點 它沒有辦法改變你現在套牢的現況 對不對 因為你還是要等它 比如說你當時買在這裡 你還是要等它回到這裡之後 你才會有解套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有沒有辦法回到這個成本去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直跟大家講就是說 有時候你要試著去做一些改變 或許這個時候你會覺得 那個老師早知道我就快點停損了 事實上你的好像時光沒有辦法倒流 但是其實在犯的問題其實一直都是一樣 就是等到下一次你買的股票 如果你還是沒有那個停損機制的時候 你還是會覺得說早知道我就早一點停損 對不對 但是那個經驗明明就是你上一次套牢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學到的 所以我要講的概念是說 這個時候當然 當然談起來有些個股要做調整 但是我覺得比較好的方式是什麼 比較好的方式是換股對不對 我們之前跟大家談過就是 你要嘛你換股 要嘛你做價差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他做價差不是做價差 他做價差是在攤品 你說老師這個有什麼差別 就是在於說你有沒有去規劃 你在什麼樣的價格下面 你要再去做持股上面的加碼 雖然我不建議這樣子做 但是 之前我們也示範過好幾次那個貨櫃類股的操作 雖然我沒有套在上面 但是其實我是告訴大家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找到對的切入點去切入 然後你可以做一點價差 讓你的成本降下來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是跟大家這樣提醒的嘛 但是很多人就是反正有錢我就買一點 有錢我就買一點 例如說像這個啊 台積電股價有沒有不好 台積電的基本面有沒有不好 台積電基本面沒有不好 但是你如果一直不斷去做攤品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會攤到最後你沒有錢了嘛 我一直強調一件事情 現在可能有人去強調說我要存股對不對 我們姑且不論台積電是不是一個好的存股的標的 我一直強調這件事情喔 說真的其實第一個你在一萬一萬八千點附近去做存股 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對不對 那第二個是我一直去提醒大家就是說 我不會演啦 我們不做存股的動作 不做比較中長期的操作 因為說真的你什麼時候會用到錢 要需要用到錢你不知道 人生就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看就是像譬如說我像這一次 我確診我突然在家裡七天啊對不對 那我是說還好 還好我們的工作不一定說一定要進辦公室 或者說一定要 也沒有說到一定要有收入才會 才有辦法生活啦 但是你要去想就是說 有時候現在時空環境背景變化這麼大 那有時候可能家裡需要用到錢 或者是說要結婚了要買房子對不對 你可能突然需要一大筆開支對不對 這個不是說你存股啊 我就可以一路到我退休 我都不用拿出來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嘛 所以我會覺得說 投資料可以有價差的一個方式來做操作 就用價差的方式來做操作 未來如果說行情有真的掉到萬點以下 甚至有更低的價格 那個時候你要來存股你再來存股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就提供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快點談一下 我們今天大概繼續搶反彈的股票 第一個是6205的全新 好那這個也是連接線 它今年的成長動力也是來自於車用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我們做了很多車用的股票 包括了耀勝包括了冒順 包括了現在的一個全新 那全新的一個股價當然 因為搶反彈了 我想我技術面我就不要談太多 你看 對不起基本面我就不要談太多 第一我們可以看到籌碼的角度 1563張成本是76塊3 好76塊3當然跟現在有一段差距 不過張數沒有說買的特別多 而且有一個關鍵 它目前的持股是1793 然後這個波段 就是不是說這個波段 最近這三天它買了1563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它大說數的股票 它只有230張不是在最近三天買的 在之前買的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其實就代表就是 這種中小型個股的 頭性的開單 有時候它會具備有很重要的指標性的意義 所以雖然說跟成本有一段差距 但是我覺得技術面是強的 技術面強勢你看 896跌到71塊半 這一個半月左右的時間 它打的是不是一個 不是W底 也不算頭肩底 應該算是一個多重底 或者是複合底對不對 這個是過去這一個月 一個半月所出現的情形 那這裡是1塊4 那合理來講 如果我等幅往上 對不起不是1塊4 11塊4 我是不是等幅往上 是不是應該這樣算 對不對 會不會來 應該這樣講 我們過去跟大家談過 這個都是你一個目標 那先有心中這樣的規劃 你覺得股價可能會漲到多少 你才會來 你才會來算說 我做這檔股票到底合不合理嗎 對不對 所以從這角度來看 我是覺得股價打出底部 後面應該都還會有空間 那另外我還搶了一檔個股叫做 3545的敦泰 一樣是買在尾盤 大家其實我們知道就是 現在的行情 為什麼喜歡買尾盤的原因 因為你股價比較不會有太大幅度的震盪 不會說你過去你在搶的時候 你可能早盤不買 你就說漲停了對不對 但現在不是這樣的行情 所以我把它壓到尾盤再來買 那壓到尾盤再來買 當然不是買最低點 不過整體來說 就股價的一個角度來看 我是覺得這個時候 它的那個慣性其實有出現一些改變 因為過去是這樣子 股價跌反彈走區間 股價跌走區間 股價再破低 理論上來講應該走區間對不對 好但這一次的股價 如果我們單純只看這一邊 572上來回測 沒有破前低 然後再過高 如果單純看這裡 是不是一個多方的架構 對不對 好那當然如果你要講 基本面的角度來看 你說面板驅動IC 這個我們過去也講過一段時間 講他不好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講他不好的時候 那時候股價是 200多塊 應該是200 200多跌到100多的過程 對不對 當時我們講的時候 講到的是 對不起曲寫錯了 好 好那時候我們講說 那時候我們講說 整個產業在下修的時候 是大概 應該是200多塊 就天譽 天譽 敦泰那段時間 就是 一兩百 150到200塊錢之間 那段時間我們跟大家談到 這股價有不好的地方 所以 這個其實也提醒大家 就是 真的有時候 砍股票要及時 你看 當時如果說 不要多了 150到現在 他其實也是腰斬 對不對 所以 再給大家一次機會 如果你有手上 有敦泰的 你會選擇在那個地方 就砍掉 還是等這一波看 會不會彈到150 我覺得這個 應該要很清楚 你明明知道 哪個是對的 但是你捨不得做 有時候就會出現這樣的一個情形 不過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因為最近的面板報價 這我過去講過很多次 面板是警惕循環產業 他一定跟著報價在走 10月上旬的報價 持平 跟這個9月下旬 因為 Wasteview 一般來講 我們會看 Wasteview的報價 然後 他一個月報兩次 每個月5號 跟每個月20號 就是上旬跟下旬的報價 那現在是 今天幾號了 今天我沒戴手錶 今天是報了 那 大概再隔兩天 面板10月下旬的報價就出來了 但上旬的報價很有趣 價格我不太記得 我記得65吋應該是106 32吋的應該是26 好 但無論是哪一個尺寸 他的價格跟上個月份 就是9月20號那一次 是持平的 好 你說老師他持平也沒有漲 對 但是因為他已經跌了一年多了 所以這個時候持平 有一點點要 不能夠說反轉 但是 落底的那個味道是存在的 那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你說 有落底的機會 你到底是要搶 面板廠商 比如說 友達 群創 還是說你要去搶天譽 敦泰 我個人的想法 這個相對波動比較小 這個相對波動比較大 但是你現在做的是逆勢的搶反彈的操作 我覺得既然都要搶 買股票都會有風險 那當然搶那個期望值 最大的 對不對 我搶這個 3% 5% 我覺得沒有必要 對不對 因為這個當然波動比較大 也有可能明天就打回來 但是 相對來講 他波動大的時候 他往上往下可能都是10% 但是你 你面板這個時候往上往下 可能都只有3% 5%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為什麼不搶 波動幅度比較大 這是我的想法 就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昨天投信開始有一點買超 這個之前也是 股票賣到那個快歸零了 昨天投信買了693張 目前總持股860 好所以代表有 167張是之前買的 其他都是昨天買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會有一些轉折的那個味道 在裡面 就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最後我簡單談一下 還有一檔空彈我沒有補 你說老師 不是說要搶反彈 為什麼這個空彈要留著 因為這個其實跟成本差別不是那麼大 而且我覺得 這股票談不起來 對不對就是2371的大同 今天到目前為止是K連4K 那你可以發現就是昨天留了比較長的下影線 但今天一樣開高之後震盪走低 這個其實原本就弱勢了 所以抗跌會抗漲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現在盤面的情形 那留一點空單也好 因為行情波動總是比較大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現階段的一個行情應該反彈的機會是存在的 機會是比較大的 但是做點避險 所以這個我們會先保留 那我是覺得不用急著在這個地方去做回補 就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 好但問如何 要告訴各位的是在於說 這一波的反彈行情我覺得 投資朋友要把握 如果再沒有把握到 會比較可惜一點 這一波如果談起來沒有做到的 選後應該還會有一波比較大的回檔 這可能是投資朋友在操作過程當中要比較注意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剛剛跟大家談了嘛 重要是換股 然後植股 有一些個股談起來你要去做調整 要去做逢高去做調節的一個動作 那如果說投資朋友不知道怎麼做 那你也認同夏老師這一波對於行情的規劃 或者是我們對於資金分配或者是風險控管的堅持 因為我相信大家其實應該可以知道 我們應該是所有業界當中 跟大家講股票講的應該算是最少的啦 因為每個人都是幾十組會員 然後幾百檔股票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很乾淨很單純 兩組會員最多五檔 那大家剛剛看到我們也不過就是 到目前為止兩組加起來 也不過就五檔的個股 我是覺得這個對於大家來講 資金集中化 這個才能夠真正幫助到大家 那如果你能認同夏老師跟大家所談的 想要跟著夏老師來做操作的話 我們也都歡迎大家 可以透過畫面下方的服務電話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做聯繫 那以上就是今天 10月18號的台股最近線 謝明哲老師聲明書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